918長鎮重創花東觀光 10月廉價的訂房出現了退訂潮 而觀光局就宣布了 悠遊國旅團友補助第二階段 10月1號開跑 特別加碼補助花東地區的團體旅遊 只要是前往花東再加碼1萬元 最高補助4萬元 但是由於這個月里到副里的鐵路 還在修復當中 因此也先調國內的航班 增加班次往返台東 光年景點假日人潮不算多 原先花東是國旅熱門地區 受到918強震影響 伴手禮店也是稀稀落落 原先10月廉價滿滿的訂房 出現3到4成的退訂 10月10號的國慶日 原本有8成9成的住房 現在都只剩下5成以下 旅宿業的房間退了非常非常的多 接近了7、8成左右 慢慢就要復蘇了 結果又遇到這個地震 觀光業才到寒不出痛 觀光局趕緊祭出振興政策 從團體旅遊補助加碼 原先國旅一家旅行社可申請20團 美團2到3萬補助 現在第二波10月1號起 花東加碼美團再加1萬元 最高可補助4萬元 11月1號我們會進行 第二階段的一個方案 那對於這個花東 我們會有一個加碼1萬元的補助 希望我們的民眾 多多選擇我們的團體旅遊 雪中重灘 他們的額度應該還蠻過用 918強震對花東造成影響 預理到台東副里的鐵路 還在修復中交通部協調國內航班 增加班次往返台東 居民也享有票價打9折的優惠 其實這邊跟我們台中三級左右 其實這邊沒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過來的這樣 然後不是我們補助個人的話 是比較OK的 政府迅速出手 希望藉由團客補貼 穩定花東 遊客數量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共通知 富慶 周務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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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秋